花莲市和平路 中正路至南京街间 由于路面多处规裂破损 加上管线开挖回田后出现了下线 年久未铺设 24号进行刨铺路面改善工程 花莲市长魏嘉贤协同花莲县议员许子方 魏嘉燕等人前往视察了解 因为是人车众多防满的路段 未来将分批作业完成铺设 期盼给庸路人更好的行车安全及路面品质 花莲市长魏嘉贤24日下午 协同建设客长徐国成 前往市区和平路与南京街口 关键和平路中正路至南京街路面改善工程 预计以一个工作天完成 当晚恢复通行 市长表示碍于经费有限 和平路从永吉桥下至重新路采分批施工 目前还剩两个区段道路需要改善 也非常感谢花莲县政府的 边道相道的经费能够挹注 那特别也感谢两位议员 魏嘉议员跟徐子方议员 在过去在议会里面的争取 让我们这一段的路 可以重新来做相关的刨扑 那未来和平路 还有非常多的一个路段 需要两个阶段 需要来做重新的刨扑 那我们也有在此 也有拜托议员 未来能够做相关的争取 那未来花莲市的部分 我们会针对几个比较常用的路面 那人行道比较会影响到我们输入的问题 我们来做相关的改善 那也特别要谢谢我们非常多的一个公务单位的一个通力合作 那在这一次的部分 不论是台电 自来水公司 重化电信 也管线单位等 都配合花莲市公所的一个公共工程 来做相关的施作 让我们这些 未来施作完以后 我们也会净挖一段时间 让整个路面维持一定的平整度 今天早上有民众反应 就是和平路这个 可以连接到重新路 一直到东大门的路 可能也需要重新再铺设过 毕竟我们全冲域即将开始了 我相信应该有2万至3万的选手跟家属 或是教练都会来花莲来做比赛 那也希望说 让他们外地的外线市的选手 都能行得安全 让这个附近的这个交通 都能很平整很平顺 这条路也是当近有十几年 都没有去做整修的部分 那现在剩下的和平路还有两段 还有东大门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再次跟县府来争取 花莲先议员魏佳燕许子芳 主目里长黄荣康 主学里长陈济美云也到场关切施作情形 未来和平路还有两阶段的道路 需要重新刨铺 市长希望两位议员持续大力协助争取经费 另外花莲市其他主要道路铺灭 以及人行道改善 将会继续努力争取相关工程预算补助 并感谢管线单位配合施工所公共工程施作 让道路改善工程得以顺利进行 接着讲方言和理事报导